各位同胞韭菜难民 大家下午好 晚上了快了 这边已经快到晚上 别看这边太阳很大 现在已经快了 各位大家听一下下面 这位韭菜的哀嚎 他跟中国人民警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听一下 这人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去 有事找警察找交警 你疯了你啊 你想进局日啊 你想进监狱啊 你想活灾啊 活灾可能你这个心肝脾肺症没有达标啊 他要配对了 我估计你想找一顿打吧 你都不知道自己定位 你看人家的警察 斩金截铁的跟你韭菜讲 不行 能够在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 你们就偷着乐吧 为什么呢 他呢 因为中国大部分地区现在都封城了 他这一上高速下来 被拦了 在路上被警察给拦了 那里头警察就属于要拿他开刀了嘛 他就说 那你这给我加油啊 我有油了我就走呗 不给你添麻烦了 结果就因为这个事情 拿我说你们人去想办法 给我在这等着 你给我弄走油来 我走也行 这个忙都不能包 我都给你点钱还不行吗 他要去又要下 让他下 你看看下面是什么说法 外地来的肯定有过理 解释得很明白 他为什么要来这么说 你看他说什么 外地来的 相当于这人呢 不是本地的 可能东北从什么 从什么县到什么县吧 我只是说 我拿钱你们帮忙的加点油来 陆生钱我都给你们拿 还不行吗 那你们警察办 那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 不是 哎 关键 关键来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共产党都是宣传 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像中国那些警察 基本上都是党员 人家你看人家 明确的告诉你的 不是 这我就欣赏 我这一点是欣赏这个警察的 你不说假话 实话实说 yes or no 不跟你幻想 现在警察开始教育 教育这个韭菜了 这个人民了 我是不是人民了 你当然不是人民了 我都替警察回答 你就是韭菜 你就是行走的器官 你这器官要是跟领导配对了 早就把你火摘了 你老婆要是长得漂亮 被领导看上 直接就上了 你是算个啥 每个月交房租交房贷 要干你 不听话的就是打你 你说什么话发牢骚 直接把你抓起来 先坐牢半个月 不知道自己定位 你不要理解错意思 你看警察说的话 你不要理解错意思 你不要理解错意思 我感觉是你理解错了 不是我理解错了 你知道吗 我是老百姓 你是为大众服务的 警察是指法单位 不是服务单位 你去 哈哈哈哈 你看警察说的 警察是 不是执法单位 不是服务单位 请你注意 你说 讲到有道理 我给警察点赞 一告诉你 我们就是镰刀的这个狗 狗腿子 黑皮 我们就是镰刀了 就是狗 主人叫我们咬谁 我们就咬谁 这就是警察 共产党的警察 再给你看一个视频 各位 啊 这个 这个是 上来来 警察不打人 养警察干嘛 你看看 看 警察不打人 在警察养了干嘛 警察不打人 在警察养了干嘛 警察不打人 在警察养了干嘛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人家教育这些韭菜 警察不打人 那养警察干嘛 警察是国家的 你以为是你的 警察机关是国家的暴力机关 强制性机关 我当初高中学课文上面就这么讲了 警察是国家的强力机器 警察是国家的强力机器 国家机器之一啊 吵得真的是费劲 人家都已经把话都已经说得这么直白了 你还瞎搞 警察是干嘛的 共产党的警察是干嘛的 不是维护正义的 是刀把子 包括检察机关 中纪委 全是刀把子 要干你的 不听话就把你抓起来 酷刑虐待 就比如说中国的警察 中国监狱或者 派出所里面的酷刑 什么酷刑呢 不让你睡觉 你进来吧 那个灯啊 特别亮 罩着你 不让你睡觉 坐老虎灯 让你坐几天 另外呢 还有叫做 夏天 拉出去让你晒 把你晒中暑了 然后中暑之后呢 快要中暑了 再把你拉过来 再用冷水浇你 然后呢 你这个时候直接人就崩溃了嘛 然后再让你去晒 直接就给你整崩溃了 另外还有一种 有铁门上面有个栅栏 拿手铐把你吊起来 不过你的脚呢 正好是靠着地的 就让你悬在空中 你的脚尖靠地 就让你不停的动 你共产党 另外还有一个叫农子 什么呢 把你关在那农子里面 你蹲了蹲又蹲不下来 你站了又站不下来 又站不起来 就就这样 一直这样 啊 你跟这共产党警察 整理的方法多了去呢 那整个国家机器 说是国家机器 就是共产党的这个 这个 加炉 打手 我看第一个视频呢 这个警察说的很有道理 很直白的跟你讲 我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你不要理解错了意思 你不要理解错意思 请搞清楚 我们不是服务单位 你以为我们是三陪啊 你以为是什么小姐啊 你以为是KTV里面给你赔偿啊 服务你啊 我做梦嘛 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警察 我们警察是为当官的服务 当官的 省委书记 县委书记 公安局局长 一发话 去 把那个人在网上骂我的人 关起来抓起来 在那个抓起来之后 在路上先打他一顿 因为中国的许多审讯室里面 不是有摄像头吗 就在抓你的路上 警察在警车上先打你一顿 先把你这个打了 打了你死去活来 因为警察的这个黑皮 就是为当官的服务了 为共产党 共产党教我们咬谁 我们就咬谁 谁骂共产党 我们就要干谁 当官的一句话 立马就执行 这就是警察 一个月拿个五六千块钱骂 卖命 毫无道德 所以我一般 我一般是不跟警察交朋友 一般 你跟这帮我骂的 那这帮我骂的干的都是什么事情 警匪一家 他比黑社会更坏 警察是有牌照的黑社会 在中国 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境内 那完全属于有牌照 明目张胆就要干你 你不要说警察 城管都不属于警察的队伍吧 你看城管都流成什么样的 小商小贩过来 不听话直接用脚踹 我都看过视频了 把那个小推车啊 那就是小商小贩那些东西啊 直接一下子傻了 然后就打爆打 你说 这就是警察 城管都这样 警察呢更狠 只不过你不知道 就比如说 你家强拆了 领导说这一片区都要拆掉 因为领导已经跟开发商说好了 我们要贪污了 结果这片有人有盯之后不想走 警察立马上 走不走 而强拆了 这个时候呢 你要说再不动手 那警察一般雇一个拆遣队 这个就属于干脏火了 然后警察立马就说 你要不听话的话 那我们走了之后 就没人保护你了啊 拆遣队就拆遣队就来了 明白吧 警察干的就是这个事情 包括曾经发生过 律师 警察威胁律师 怎么怎么威胁啊 小心一点啊 我们这北京还是武汉 还是什么地方啊 我知道你有老婆孩子啊 我们这边的话 这个交通不好啊 经常出车祸 小心一点啊 你看警察干的是这个 这是警察干的事情 这就是这帮狗 促成 啊 他不是为你服务了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了 希望大家呢 听到最后了 赶快关注我 拜拜